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拍了 三 二 三 二 我觉得我就是 你们看 怎么老有人想给我 隔空投送照片呢 谁 昨天刚才从家走的时候 我也收到过这个喜好的手机 发来的隔空投送 怎么在路上的时候 我手机也收到过 这人的投送请求 我以为有人发错了 所以没再见 我当时就给拒了 隔空投送的距离也就五十米 也就是说 从家里到路上再到这儿 这人一直跟着我们 接受照片 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嘿 你们好吗 你们别动啊 你是不是有病 说 你为什么从家到这儿 一直跟着我们 你没在说什么 谁跟着你们啊 我从早上就待在这儿了 不信你们随便讲什么话 跟他之前拍摄的 照片时间来的 他确实没离开过这儿 跟踪我们的人不是他 一个陌生人 他还不记他在呢 他却始终存在于你身边 只有你的微信电话 却可以把偷拍到的照片 图送给你 这也太闹心了 我还把这儿工程关了吧 不用担心了 来的路上我试过了 隔空投送的五十米范围内 没有再塑造过这个名称 所以不用担心了 我还不记得了 谢谢大家